女孩只要被发现出来生理期 就会被父母卖掉换钱 这是发生在黎巴嫩的真实事件 这天 赞恩在11岁妹妹萨哈的床上发现血迹 她隐约有些担忧 将萨哈一把拉进了卫生间 再帮妹妹洗好弄脏的裤子 她脱下背心叠好 给萨哈充当卫生巾 回去的路上还不忘嘱咐萨哈 不要此事告诉任何人 用脏的布也不要乱扔 处处净显了赞恩的成熟之处 赞恩出生在黎巴嫩一个平民窟里 虽然她的父母健在 但是两人都是甩手掌柜 一个续酒 一个打扮 她还有许多的弟弟妹妹 而这一大家子 住在只有15平方米的小阁楼 所有的孩子都挤在地板上睡觉 赞恩从小就负担起一大家子的开销 她给房东的小卖部送货 带着弟弟妹妹去街上卖甜菜质 父母还会给她处方 让她取了药后倒沉没放入水中 将衣服放进去浸泡 再将加了料的衣服拿到 大儿子所在的监狱去卖 这些就是赞恩一家的所有来源 这天 在小卖部忙活一天的赞恩回到家 发现楼梯间多了几只鸡 赞恩顿感不妙 当她知道是房东来了后 急忙冲上楼去 看见萨哈农装艳抹地坐在客厅 她知道萨哈被发现了 父母要将萨哈卖掉 代价就是两只鸡 赞恩急忙找到母亲 希望能阻止事情发生 可赞恩就是个孩子 她根本无力改变什么 随即跟母亲发生了争吵 夺门而出 赞恩无力地躺在床上思索着 彻夜无眠 隔天 她捏手捏脚地收拾好衣服 叫醒萨哈 说要带萨哈逃离这里 她偷偷拿了家里的钱 去房东的小卖部 顺走了零食和卫生巾 可当她回去接萨哈的时候 两人的计划被母亲识破 当场就要把萨哈送走 萨哈不肯 父亲不耐烦地将她直接扛上了摩托车 赞恩在后面使劲追却没有追上 她用力地揣着旁边的木板 以此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自此 赞恩对这个家彻底失望 她知道自己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于是决定离家出走 但其实她也不知道去哪里 世界之大 何以为家 家庭的重担一直压在赞恩身上 她也很羡慕那些可以 去游乐场玩 背书包上学的孩子们 所以她在一处游乐场下了车 看着面前的游乐设施 她晃了神 她坐在摩天轮上 可眼里暗淡无光 并没有想象的开心 她还看见了一处雕塑 她扒开了雕塑的衣服 久久地望着 赞恩也是个孩子呀 她也渴望母爱呀 因为没有经济来源 赞恩困了就席地而睡 饿了就吃顺来的方便面 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于是赞恩开始到处找工作 可许多商家 因为她年龄太小而拒绝了她 四处碰壁的 她这时被一个黑人女人看见 短暂地聊天后得知 这个女人名叫太吉斯 她是个单亲母亲 有一个一岁的孩子 上班期间 她只能将孩子安置在洗手间 好心的太吉斯 不忍看赞恩在流浪街头 于是便将赞恩也带回家 给她做了一顿热乎饭 还在极度缺水的情况下 给赞恩洗了澡 直到这一刻 赞恩才感受到了久违的母爱 这时赞恩才得知 太吉斯是被渣男骗到黎巴嫩的 因此孩子是个黑虎 所以他只能靠假正生活在这个国家 男孩赞恩将弟弟绑在街头 然后边走边回头观察 他希望能有个好心人将弟弟抱走 可看着弟弟哭闹不止 男孩心软了 连忙跑回去给弟弟松绑 无奈地抱住弟弟 因为要外出上班 于是太吉斯将孩子托付给赞恩 赞恩耐心地给弟弟喂奶换尿补 弟弟哭闹不止 赞恩就用镜子反射邻居家的动画片看 他将弟弟照顾得很好 可本就还是小孩子的他 做起这些来熟练地让人心疼 当晚 太吉斯带回来了客人吃剩的蛋糕 这是赞恩出生以来最丰盛的一餐 他开心地露出了笑容 然而这时 赞恩却思念着已经出嫁的妹妹萨哈 担心她有没有吃好穿好 这让所有人都不禁感叹 有这样的哥哥真好 就这样 三人度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 可好景不长 太吉斯就遇到了难题 原来是他的身份证就要到期了 可经常办假证的小贩临时加价 不然就要用他的儿子来还 太吉斯一口拒绝 可他也根本就拿不出那么多钱 没办法 太吉斯只能筹钱 因为刚到月初 打工店的老板也不愿意预支薪水 无奈之下 太吉斯只能忍痛卖掉自己心爱的长发 可乌漏偏逢连夜雨 刚筹够钱的太吉斯还没等心证办下来 就被警察抓住了 同行人告诉他 孩子的存在 孩子也会被抓起来的 泰格斯眼含泪光 向真主祈祷 将所有希望寄托在赞恩身上 而另一边的赞恩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因为太吉斯到了晚上却还没有回来 赞恩等了一天又一天 他翻了翻冰箱 食物都发霉了 隔天 他抱着弟弟到太吉斯上班的地方询问 得知太吉斯已经有几天没有去上班了 他又抱着弟弟到街上去 几番打听下找到了半假正的小贩 小贩看到弟弟眼睛开始泛光 这不是太吉斯的孩子吗 赞恩看到小贩的模样 一把抢过弟弟往家走去 可家里也没有吃的 弟弟饿得哇哇直哭 赞恩看到邻居家的孩子在吃奶粉 他抢了就跑回家 可一直吃母乳的弟弟根本不喝奶粉 赞恩又四处翻腾 拿出冰箱冻的冰块 撒上糖 弟弟一手一个 津津有味地缩着 停止了哭泣 可这样终究不是办法 他抱着弟弟在街上四处乱逛 看到猫都有肉吃 可赞恩和弟弟没得吃 他去捡破烂 买最便宜的烂鱼 可这根本不足以支撑两人 坐了一个简易的婴儿车 准备将铁锅拉到小贩那里去卖掉 可小贩还惦记着弟弟 赞恩一脸嫌弃 拉着弟弟赶紧离开 随后 赞恩在街上碰到一个卖花的女孩 他告诉赞恩有难民营在发放食物 可是他们只发给叙利亚难民 赞恩回家对着镜子练习叙利亚口音 可难民锁的人还是识破了赞恩的谎言 但他也如愿地得到了一些救助 这天 好心的洗车行的店员给兄弟俩洗了个澡 在家晾衣服的赞恩 意外发现了口袋里有一个处方 于是赞恩重操就业 制作了两大桶饮料到街上卖 没想到生意却异常的好 很快 赞恩就攒了不少钱 将他们藏进了家中的管道里 可现实又给了赞恩重重一击 因为许久没有交房租 房东将房子锁了起来 赞恩气急败坏 抄起旁边的石头不断地砸向铁链 因为他辛苦卖饮料 传的钱还在屋里 一朝回到解放前 赞恩绝望了 带着弟弟呆坐在街边 看着保一顿鸡一顿的弟弟 便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将弟弟绑在了街边 在场的人面面相许 法官照例询问了孩子的年龄 可夫妻两人居然没有一人记得 只能凭借牙齿推断 男孩大概在12岁左右 原来男孩赞恩出生在黎巴南的难民营 他的父母生了很多孩子 但是生儿不养 还将只有11岁的妹妹 卖给了房东的儿子 赞恩从此离开了这个令他绝望的家 他遇上了好心人太极斯 将他带回了家 可太极斯的假正到期 被警察抓了起来 因为没钱交房租 赞恩只能带着太极斯的儿子四处流浪 他深知弟弟跟着自己肯定会不好过 于是赞恩将弟弟绑在街头的柱子上 希望有好心人能将弟弟抱走 可弟弟哭得撕心裂肺 赞恩还是心软了 他拖着弟弟找到卖假正的小贩 不得已将弟弟卖给了他 还希望小贩能将自己偷渡到别的国家 可是离开嫩巴黎需要证件 赞恩和小贩约好 回家拿了证件就来找他 赞恩偷偷回了家 可他将家里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证件 翻动的声响惊到了父母 母亲大声地问赞恩去哪里了 赞恩却将手一甩 父亲知道赞恩回来拿证件后 激动地将他拽到跟前 房租拖欠单 开除通知 医院账单 这时父母都不说话了 赞恩也察觉出不对劲 他忙问为什么会有医院账单 是谁生病了 妈妈掩面哭泣 告诉了赞恩是妹妹萨哈 他因为难产进了医院 但是医院因为没有身份证 而拒绝救治 赞恩崩溃了 在他美好记忆里的妹妹萨哈 就这样离开了 他愤怒地责怪父母 在厨房里抽起了小刀 就冲向了房东的小卖部 父母反应过来 立马地追出去 可发了狂的赞恩跑得飞快 父亲哪里追得上 就这样 赞恩因为杀人未遂而被逮捕入狱 事已至此 赞恩以为妹妹萨哈的离去 会带给母亲反思 可来探监的母亲 又告诉了赞恩一个消息 赞恩看着面前蜂魔的母亲 已经没救了 赞恩甩下一句话便离开了 他再也不想和母亲多说一句话 他彻底绝望了 赞恩回到监狱 用电话打给了节目直播 将自己的父母告上了法庭 理由仅仅是因为生下了他 而在法庭上 赞恩的父母也向法官满腹委屈 不是不想养 而是没法养 仿佛自己才是受害者 然而赞恩撞告父母 也仅仅只是想让他们不再生孩子 因为赞恩不想喂出事的孩子 再经历一次他这悲惨的人生 这一事件爆出 迅速在网上发酵 引起众人关注 警方开始严查人口贩卖 在港口抓获了小贩 也找到了太极司的孩子 将孩子还给了太极司 而后面 他也得到了好心人的帮助 拥有了护照身份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部影片就是主人公赞恩的真实生活 然而在世界各地 这样的家庭千千万万 在他们眼里 男孩是工具 可以分担生活 女孩是商品 可以卖了换钱 生而不养 养而不育 何以为家 愿每个勇敢的小孩 都能被世界温柔以待